现在打算怎么办 你妻子现在就是坚持要跟你离婚 你有什么话想跟她说 我现在我不理 要理的时候你自己看 目前针对场上的情况呢 我们的两位当事人 还是各自坚持自己的诉求 那么我们现在委托毕静怡老师 带领我们的女当事人去密室来单聊 那现场我拜登四位老师 我们带来跟男当事人来聊一聊 看看她心中到底有哪些结 到现在还是解不开 当刚才媳妇在的时候 我交给你这些东西都没用 然后现在我慢慢说 你慢慢听别着急 第一点叫认清形势 今天咱们来是媳妇要离婚 你不理 所以是咱们求人家的事 不是人家求咱们的事 第二件事 求人的事得咱们拿条件出来 我能给什么 而不是说你得给我什么 所以媳妇替你还赌账那事 不是你能提的条件 因为那个账是你的 律师都说了 媳妇不该替你还那账 她替你还不还 完全由她说了算 这事也不归你说了算 第三件事 你现在能做的 就是跟媳妇保证 我不赌了 先把婚姻保住 两套方案 要么就是 你提条件 往复合走 要么 要么就是你提条件 我帮你去跟她谈 往黎音那走 那对 你提两套方案 这个怎么做咯 我还不懂怎么做 那咱们这样好吧 咱一条一条说 第一条 打今儿起 绝对不赌 如果再被发现赌 无条件可以离婚 可以吗 可以 第一条听见了啊 好 第二条 从今天开始 请妻子 允许我参与家庭的经济事务 这个可以吗 自己也要做 可以 但是 一年之内 这个钱还是 店里的钱还是媳妇说了算 店里的经营我来负责 行吗 同意 这条也同意了 好 第三条 因为我是个男人 我出去也有一些应酬 我要做事情 有出息 我也要请朋友吃吃饭 所以每个月呢 希望妻子能给我三千块钱零花钱 你在外面正常的 生活和应酬 对吧 这第三条 第四条 考虑到我是个男人 我要求每天 媳妇至少 声音洪亮的 当众 当着外人的面 能夸我三次 以上更好 这个我不要打红 什么话 我怎么就那么爱让我媳妇夸我呢 这事不吃亏吧 我知道不吃亏 那不吃亏的先答应下来 行吗 行吧 第五条 同样道理 每天我要当着外人夸我媳妇三次 至少 同意了哈 一位老师的五条建议显然得到了钟先生的认可 甚至说到夫妻相互夸奖的时候 钟先生在场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过去在她暴躁脾气的背后 仍然隐藏着对妻子深深的眷恋 那么即将翻场的潘女士 会接受丈夫的改变吗 她心中确定的最终调解方案 又是怎样的呢 好 现在毕老师和潘女士 已经回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现在有请毕老师 给我们讲述一下密室调解的经过 有请 潘女士呢 她的态度很坚决 但是呢 我觉得她的心思还是想得挺细致的 而且挺柔软的 她的决定是这样的 日子肯定是不跟你过了 但是呢 所有的条件都由你来挑 她把财产分成了两份 一份是两个时装店 另外一份呢 是现在的居所和眼镜店 由您挑 挑剩下的她才要 然后呢 两个孩子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 我是认为女孩子要跟妈妈 男孩子要跟爸爸 妈妈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她说如果你要是觉得 抚养男孩子 你觉得费劲 因为男孩小嘛 妈妈也愿意 把男孩带走 然后呢 钱已经 因为她散掉太多的财了嘛 所以钱 保留下来的是绝对不给的 她认为 你们整个的离婚的 这个吵闹的过程 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差 而小孩呢 正好是小生出 最亢结的时候 所以她说 如果你还有父亲的良心 就配合她 现在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但是如果你就这样的死拼到底 一定要打官司 等到这个阶段 她不想让你骚扰她的生活 她要保证她自己的人命 所以呢 她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直到四个月以后 她会回来 所以其实一切的选择都在您 谢谢贝老师 我想贝老师应该说得很清楚了 钟先生 我什么都不管 就是我现在离婚 我绝对不会在这里离婚 她要 她要离婚 她把四房钱找不拿出来 三十多万的四房钱在她那里 所以钟先生 我再次问你一句 你今天不离婚 究竟是舍不得这个女人 还是舍不得你的四方 她的四房钱 一个四房钱把她拿出来 四房钱几十万的四房钱 多少人她管家的战 都是她那里 听我说 嗯 你看着我 我很少发脾气 但你的态度真的激怒了我 如果你今天来只是为了要钱 我们就用要钱的态度来跟您谈 那四房钱要不要 家庭的四房钱要不要拿出来 没有你想理所当然 你想当然的 她把四房钱摊在自己的家庭 她自己自己用的时候 没那么钱 你看她衣服买一件买一件 像我没你买的那什么衣服 你想想看是不是 现在女方已经准备第二次起诉离婚了 那么第二次诉讼离婚 法院基本上会判离 在那个时候 你作为过错方 你得到的财产 能不能得到 能得到多少 是非常有限的 你不管拿多少自己起诉 我都没事 把我四房钱拿出来先 我走了 妻子的决绝 让容先生彻底爆发 奇迹败坏地离开了农志县城 经过专家团的合议 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调和的余地已经不大 针对潘女士之后的生活 徐律师给出无下几点建议 作为这个潘女士 一定在这个阶段要保护好自己 包括孩子和家人 在这个阶段 不要再单独跟她接触 如果是您不打算再给她 留任何的机会 那就正常走法律程序 到六个月以后再起诉离婚 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不知道这个钟先生 最后是否会有机会 看到这一期的节目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您能够 从内心里 好好地再提一次 今天调解团各位老师 跟您说的那些真诚的意见 至少我们的出发点 都是善意的 我们是为了您和您的家人 最后也忠心地提起一句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珍爱生命 远离赌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复合天使 我们下期再会 赌博 让这对生活了20年的夫妻 走到了婚姻的尽头 原本诚恳地道歉 却换来妻子冰冷地拒绝 强大的心理落差 让钟先生情绪失控 可就在录制结束后不久 平复情绪后的钟先生 主动找到了栏目组 他提出 想用视频的方式 将自己内心的想法 转达给妻子 我方面我也是 承认自己错的 这是错误的 我不是错误的 这样子 赌博人生在以后能改吗 我会改 我不是我对不起他的 这方面 我相信 我是对不起他的 是这样子 钟先生做了这个真诚的道歉后 离开了节目现场 亲自潘女士 不久之后 也表示会慎重考虑离婚的事情 希望能和丈夫心情继合地谈一次 我们也希望 这对共同生活了20年的夫妻 能好好反思 在婚姻过程中 各自的所作所为 不管最终 是否能够复合 我们都希望钟先生 多一些慎重和冷静 赌博耗损的不仅是金钱 更是时间 亲情 乃至生命 都想要这样子 多一些 如果真的想要 就能够复合 感谢观看